不論是跳出水面還是潛入水底 水上芭蕾選手們 在水中做出各種高難度動作 把麗與美精準呈現在奧運殿堂 這項運動講究的 除了整齊壞翼的動作 精心設計的服裝 就連髮型和妝容都是目光焦點 選手在水中得保持完美狀態 即便碰到水也不能脫妝 綽號美人與日本的 日本水上芭蕾國家隊 可是有秘密武器 指導他們保持完美妝容 日系化妝品牌從2006年開始 協助美人與日本 他們會定期為這些水上芭蕾的 國手們舉辦化妝講座 在今年東京奧運開幕前 也為運動員做最後的指導 不僅解密大家心中 對化妝的疑問 而且還公開選手們 賽前的化妝教學 我們有很素敵的美妝 考慮得頂著 所以我們沒有技術 外部從外部進來 幫助美妝也不可以 比賽前得先學會怎麼化妝 畢竟想在奧運賽場上穿金帶贏 除了基本的身體訓練 如何在水中保持完美 這些水上芭蕾運動員們的努力 還在這些地方體現 TVBS新聞 中午島 請訂閱 按讚 分享 TVBS News 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同時用手機下載 TVBS新聞 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焦點 等你喔